是南雲中醫 號稱中國人最好的朋友 因為他脫習了第一波第二波成功 第三波取消了 因為他們算過油料不夠 飛的出去飛不回來 那也因此 所以當時第一 美國航空母艦剛好開出去 所以沒有炸大航空母艦 那第三波本來要炸除油草的取消了 所以他們除油草很多5G庫也沒被摧毀 所以保留了一些有生力量 那三分五G庫其實算得很準 就是 永遠就說問他如果我們要打的話 大概我們可以撐多久嗎 他說六個月 半年 那也的確在半年之後美國就開始反攻 那最後決戰當然就在中途找戰役 所以其實 民主的好處就是 他可以減少誤判的機會 而誤判之後也有修正的方式 而不是獨裁者或者是極權者 軍國主義者腦門一熱一拍大腿 戰 所以你看當時日本打中國 不是號稱三月王華嗎 光是一個松敷會戰就打了三個月啊 為什麼 因為打仗不是像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那當然四航倉庫可以撐那麼久 其實很大原因是後面就是發珠戒 所以不敢用重裝備武器攻擊 因為不小心一顆炮彈打到發珠戒 那法國人就參戰啊 或者戰爭就要終止嘛 所以在當時的戰略 原來四航倉庫撐得久是這個原因 由北往南打 就不管你喜不喜歡蔣介石 可是蔣介石這件事做得很好的 他把戰線從由北往南拉成由東向西打 因為日本人的想法一開始就是 因為當時東北他們佔領了嘛 維滿洲國也在那裡嘛 所以如果我東北資源多啊 所以如果我戰了東北 我就等於有一個超大的補給庫 超大的後援部隊 然後我就從東北開始一路往南打 那當時為什麼挑動了所謂的松復戰役 上海南京那個 為什麼 因為就是希望把他的戰線從由北往南 拉成由東向西 那當然也很慘啦 包括後面的南京大屠殺嘛 而且開戰沒多久 整個東南沿海就全部淪陷 那在苦撐的時候 毛澤東也寫過文章啦 毛澤東其實想法也是托死日本 他說日本是小強國 我們是大弱國 但是我們就是大 我們可以托死他嘛 而日本後來也發現嘛 中國太大他就想托死他 所以蔣介石後來的戰術也是苦撐待變嘛 那就這麼幸運嘛 好對美國來講很不幸的 對中國來講很幸運嘛 日軍偷襲珍珠港 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最開心的人是誰 你知道嗎 是邱吉爾 邱吉爾有寫日記嘛 他的日記出版 然後諾貝爾文學講那個二戰計時嘛 他裡面寫的嘛 就是邱吉爾他的那個 從收音機聽到日軍偷襲港那一天的 他的日記 據說是這樣寫嘛 當我從收音機裡面聽到 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 我倒了一杯紅酒 點了一根雪茄 我終於可以好好睡一覺了 因為美國要參戰嘛 美國一定得參戰嘛 OK 所以其實講到那一段 那個很長啦 而且有系統的把他講完其實也不容易啦 因為各地出現不同的戰場 出現不同的邏輯 出現不同的局勢 他怎麼把他湊在一起 那個要花很多時間 啊八分鐘就這樣 另外網路的觀眾朋友 時隔五年之後 旅節的 哇八分鐘就這樣沒了 這個差別啊上來就說假話啊 我們家不怕任何一個人真實 也願意面對正面回答任何一個質疑和疑問啊 如果說你說有假貨啊來 你有看過他這個能不能打消你